这次跟大家讲讲这个诗字 这个字因为在简化汉字里面 将它用来代表这个尸体的尸 这个有个死字在里面的尸 就是人死了之后的身体就叫尸 那个围体就叫尸 其实这个尸是另一个字 当然古时也有把这个字借用来尸首的尸 不过这个字本身有另一个意思 这个诗是指在祭祀的时候 就是在祭礼里面 你要拜的那个神是找个人来扮他 找个人就像那个神那样 就坐在那里被人来拜 那你又不是那个真的神来的 你就扮他 所以你就不要多多动作 甚至在那里出声是不准的 就是你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 就是只有一个样子 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 那个就叫尸 所以尸位就是这个意思 什么叫尸位呢 就是你坐在这个神的位置那里 但其实你什么都不做 只有一个位置而已 那就是尸位了 现在这个字呢 就是用回这个这样的解释 唯一一个用法 就是这个成语叫尸位素餐 这个大家都读过的了 除了尸位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个词叫素餐 什么叫素餐呢 素大家都知道呢 就是 因为 薄素的素呢 解释颜色就是白色的意思 就是素服的意思 就是白色的意思 亦都表示 就是白的另外一个解释 如果你说一个人 喂 你来白吃呀 那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什么都不做 只吃东西 哇 这次我们白做了 那就是做了之后 什么报酬都拿不回 那么白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呢 只是做了一样东西 是你本来应该付出的 那些代价你没有付到 所以呢 素餐一样 等于白吃 就是说你来吃了东西 就不做东西 吃东西不做东西 这个词呢 素餐呢 是诗经出来的 诗经里面呢 就是说一些君子 就不会这样做的 就是不素餐 就是那些君子 就不会白吃的 后来那些人就把这两个词 一个是司位 一个是素餐 黏在一起 就变成一个四词成语 就是司位素餐 就用来指有些人 就占了一个位置 就什么都不做 尤其是呢 是用来批评 有些做官的人 就是带着那个官位 但是呢 其实什么都做不到的 就是司位素餐 那当然是定官的 有些议员都是司位素餐 的 还真是有时候 没有做门 请进行 一期 Jason 沥 二路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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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